希望今夜可以早日康復 平平安回來跟我們一起上學打球 很想念和你一起相處的快樂時光 在學校打打鬧鬧 有說有笑 一起吃午餐 在體育課打籃球 雖然現在沒辦法跟你一起打 但我相信你以後一定可以 我等你回來跟我一起打球 這個疾病 99%的復發率 95%的致死率 讓他很絕望 也很痛苦 所以今天真的真的非常感謝 各位能夠來到這邊 伸出你們的援手 告訴敬彥他不是一個人 有這麼多人 願意幫助他 這麼多人當他堅強的後盾 海大附中漁業科的班導和同學 一起為罹患重大惡性罕見腫瘤的 林同學加油打氣 在這場溫暖抗癌 祈福記者會中 海大附中與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及家長會 感謝市政府響應應制和認購書籍 還有海洋大學國教署與各界的愛心湧入 為林同學募集抗癌基金 校方說兩周的時間已經完成第一階段募款 募到超過百萬元 讓林同學能安心進行化療與標靶治療 我們周大觀當然是兼了兩千六百冊的書有十三種 大概算一下應該是可以募到一百萬 最基本的因為將來的路真的沒有底線的 那我是很佩服敬業的勇氣 他一般現在在治療的話都要休學 他因為是一個擔心 他知道媽媽很辛苦 他希望趕快畢業進大學趕快去工作 所以這樣的精神我是很感動 家長會發起了募款的方式 因為他的家庭經濟真的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要一起來幫這個孩子 那我們目前的話第一階段是 依據就是說根據就是他的那個 每一個階段可能會用到的營養品跟藥物 就是每一個階段 那初估第一階段我們會幫他 就是說希望可以募得一百多萬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第一階段的募款已經達到目標 所以說我們就是停止募款了 就是目前為止我們就暫停 我們把社會的資源可以留給更需要的孩子們 他每次進出醫院化療費用一次是六萬塊 就如同他在前兩個禮拜剛化療完畢 剛化療完畢他目前他的醫院的醫療基金還是欠還債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次的募款去幫經驗同學去 結清一些醫療基金 相對的他還有所謂的生活費還有營養金問題 所以目前評估他大概需要費用在一百出頭 那目前感謝社會大眾我們已經募到一百二十幾萬 而且今天陸續一些募款基金也進來了 所以可以達到了一百五十幾萬 所以目前第一階段已經達標 所以還是感謝我們社會大眾的一些支持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也在教育處代理處長楊貴傑的陪同下 親自到學校鼓勵抗癌鬥士林同學勇敢戰勝病魔 因為謝國楊市長一直很希望打造基隆成為有愛的城市 所以每一件大小事他都很關心 那我們的教育處的楊財義處長 他這回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了我們 所以我們首先希望捐贈十五萬給這個基金會 主大會基金會買書 然後把書給我們所有教育處的學校們 當然我後來今天早上也臨時還知道說 我們社會處同時也捐贈了九萬塊錢 我相信在基隆安心不會少 那我今天最要覺得最了不起的是我們林同學非常勇敢 你知道我後面我必須要跟你說你是最棒的 然後呢不要擔心沒有問題的一切都會很好 你會在我們海洋大學許校長做了可能二十年吧 你還在你還是傑出校友還會再回來 這絕對沒有問題加油為自己打戲 周大觀基金會也藉此呼籲政府 能以公務預算成立癌藥基金來挽救寶貴的生命 那我借這個機會借著你們這個盡頭 我很期盼總統候選人 我希望他能實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用公務預算編所謂的癌藥的基金 因為現在因為健保一直壓縮一直壓縮 所以說那個癌症的治療又沒辦法等待 等到他可能合下來的時候 這個人已經走掉了 所以我希望跟國外的所有的歐美國家 的先進的醫療的這樣設一個公務預算的 所謂的癌藥基金 海大附中說林同學的夢想是進入海洋大學 就讀學習漁業技術 校方感謝市政府與民間和全校師生的愛心 來幫助罹患重大惡性罕見腫瘤的林同學 能盡快度過這個難關 朝著人生夢想邁進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我們今次回到我們要去洗衛 大附近比賽當中 希望名偷人家的西斤 然後我們要泳機 為我們要去看